高端在國外做三期臨床試驗 有一人給予1萬美元的補助金 那換算是30萬台幣 那國內受試者為什麼只有拿6000元 有略之一說是把台灣人當成是廉價的白老鼠 想請問說國產疫苗的受試者補助 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那第二題是想問說 因為高端到底送了幾批疫苗 作為封肩檢驗使用 為什麼問了兩天 指揮中心都沒有辦法給出相關的數據 難道是沒有辦法掌握說這次疫苗的批次 和數量嗎 以上謝謝 這樣的問法不好 我今天就跟你講我忘了問 所以你第一天問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跟你講說 我忘了問 用這樣的態度 我想不是一個健康的態度 那幾批跟那個事實上跟大眾的利益 也關係不大 那總共裡面大概有4批 我們已經在封牽中 那有10批在檢驗中 那有要求8批 在要求重新補 補相關的資料中 然後第二個問題另外是什麼 他那個是 我不知道他那個費用 他那個費用並夠來跟我們做申報 不過他大概講的是整體如果平均算起來 一個人的費用 那當然整個檢驗不是拿到的錢 才是錢還有很多的檢驗的費用 相關的一些費用在 那至於他詳細的費用我是不清楚